我已经对赛场已经逐渐的淡漏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 然后从事对赛场的这种记忆 以及那种坚持不放弃的那种热血的精神 你好教练 是教练吗 对 我怕疼 你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习惯就好 好吧 打到第三轮跟第四轮的时候 我确实有点生气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干不过 你一定得教我 没问题 你是不是想让我放弃 我告诉你我就不放弃 他给我打实战 跟我一起练 高强度的训练 他都没有说 我不练 或者说我不行了 没有说过 全球训练让我更加的勇敢 更加有冲劲 所以我会为此奋力一搏 比赛一定要打 打开优酷APP 搜索权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详细预约不迷路 蹦蹦手臂放松你 手臂放到这样很容易累 再转 你可能是因为 可能因为平时力量习惯的 就是可能用手臂力量更多一点 对 就是我们还是要着重的去 让肩膀放松 让整体的把手臂打长 他的用力习惯比较僵硬 而且感觉他的协调性也不是很好 心情有点低落 就觉得真的就是每天就是一二一二 那我这样子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 可能还是要让他多做一些伸展性的动作 然后包括把拳击的动作放慢 去把动作做完整 让他放松 大 放松不要用力 慢慢的就行 慢慢伸出去 大 我觉得我还是要相信教练 放慢脚步 然后继续努力的扎实的练下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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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更快点 更快点 再 更快点 来 更快点 来 那我觉得我这一次来就是想证明 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 似时而不过又如何 只要你想认真做一件事情 都不算太晚 如果我做得到的话 我相信你没念 你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会加油 这一句完全是一场体能的考验 体能消耗确实非常大 汗水 基本功 肌肉记忆 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好奇的 一切都是全新的 中间有一阵子是恐惧 你一走上来就想到要累 要被打 还要疼 就是我的理解最难的其实是站在那个轮胎里边 然后面临着像雨点一样的拳头 同时你还要把雨点一样的拳头打出去 因为你毕无可避 没有害怕 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但最后你就开始喜欢了 你会有期待 这次要来 这次我要做到哪些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这次训练 要让自己在掌握哪一种技能 就是你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 然后你下一次再突破一截 再突破一截 那种感觉非常好 然后我会持续地一直地打下去 我们的优势只有一个 就是拼命 全力以赴排三件 全力以赴排三件 最后一截排三件 最后一截排三件 大家好 我是黄林 我觉得拳击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又坚持 然后又锻炼意志的 黄林老师的话 给我的感觉 跟我选上中可能不太一样吧 没想到他现实当中 好像还要更加活泼一点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第一个回合跳绳吧 崩溃的呀 就是跳绳啊 跑步啊这种 要动起来的 我真的很不擅长 我就跳慢一点好了 因为我怕我昏过去 我体能很差的呀 人家练一个小时 我可能练十分钟 我就需要去睡一会儿的 两条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我一运动就会睡觉 我本身的性格是 不太擅长对抗 或者是攻击对方的 但是 不要被表面现象误导 我对于大家对我的担心 表示非常认可 一切皆有可能 小宇宙爆发 打开优酷APP 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掌心预约不迷路 拳击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运动 就两位在提升的进步 在进步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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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 用这个节目来体验一下一个智隐运动员是怎么样的 18年的时候开始练习 然后累计时长大概是半年左右 因为你腰不敢腰力 你的脚就不敢吃了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变得蛮轻的 可能一天两天早上起来去练一下 然后晚上也去练一下 就感觉生活其实挺充实的 因为他有心理他觉得时间不多 即使我受伤了我至少能做一些准备 我能做什么事情都做了 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有点紧张 就是还是会有些压力 但是我上场了以后 我要把这个压力扔给我的对手 打开优酷APP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即可获得专属豪力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等你来看哦 强行预约不迷路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的天哪 我今天有人跟我说 艾里斯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打拳综艺 你想去吗 我眼睛 真的吗 哇 去 嗨 教练 真帅 好 我们现在那个进行一个拉伸 好吧 先从这个肩膀开始 好吧 甩一甩 快快快 速度 速度 再快 对 机器 加油 不行啊 加油 继续 现在给你一个特拳可以让你打我 三分钟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好 好 坚持 出拳 对 出拳 喜欢这种真正的打拳 越打越想把对方打趴下 和我对练的时候敢于出拳 勇气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只是希望能够KO 能够爆点 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相信预约不迷路 我小时候练过拳击 所以对拳击的技巧 我很熟悉 也要恢复一下这个愧疑 因为今天接触下来 就觉得绿修他的接手能力 和身体的协调性 都感觉蛮好的 所以说想让他尝试一下 真正的实战时候 双方对抗的时候的感觉 第一次训练好以后 发现绿修本能在抗拒别人的进攻 所以还是要尽快让利路修去克服他 看到拳的恐惧 怕痛现在是我的心理障碍 我先要去克服他 我们来模仿试一下 尽量把拳躲住 装掉 不晃啊 嗯对看着我的拳 收低一点收下巴收紧 对 右手也可以打的 还手 好拳 对 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他逐渐的 建立了自行心 也渴望得到比赛的胜利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够 慢慢的去把体能去提高上去 去获得胜利 现在如果付出那么多能力 花我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必须利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不迷路 而且是需要勇气的那种 我觉得我想来试一下 挺想让我的小孩过来看一下 感受一下 就是等他以后慢慢长大以后 我希望他 他爸爸并不是 只是一个羽毛修行动员 开始了来 再次约许哥这个 比较模拟的这段时间 一个是检验这段时间练的状态 再一个就是 很多一些艺人个子 其实是比我高的 那作为艺人个子比较高的 我要把哪个地方 会比较对我有利 那其实也是要有一个 实战的一个模拟 决定的要离开 就是我也想去证明自己 就是我不是说永远 不会依赖在一个 鱼毛球场上 我有 作为艺人有很多的可能 其实来完第一天来到俱乐部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就看见很瘦 确实很瘦 而且一系列的训练下来 真的是晕了三次 接受不了的 多少有些失望 因为体能很差 真的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 就停了吧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改观吧 老师们前辈们包括观众们 会觉得我在短期内 能有这么大一个提升 那我觉得对自己 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我当时就没感觉了 这个是一二人打出来 我就不要挽 这个季节就不要乱了 这个季节就不要乱了 然后就自己 一到脚去 那大动作太增了 太增了 有夹动作 有夹动作 现在体能 已经不是第一次排出的时候 有夹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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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夹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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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这拳套就这么大 我这俩手一拼上 我就这么着待着 你怎么能打进我 你怎么能打着我 你怎么能打着我 耐力稍微吵了 高利挂 这效性不好 啊 啊 感觉 快来 不要 好 行 打擾不饶我 对我来过拳击 还是挺有信心的 说吧 永恒相见 我们这个拳击节目应该把大家的技战术和一些训练的特点展现出来 而不是上去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酷 每个人都是从初学者到了有一定的境界 我也是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点击节目海报下方预约有礼按钮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点击播放器下方预约有礼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等你来看哦 想先预约不迷路 大家好我是孙瑞 我觉得拳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被那个合斗给误导了拳击就只吃拳还是需要练习的 好快快快快快 用力 我不能打啊 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这个老师他只要我我就不能打 力量啊体能啊相对来说还是蛮好的就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但是在实战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些不太好意思去打明显可以有些机会可以打到的 但是你都没有去打 走 走两边 继续 别怕 停停停停 好的 走多了 加油 加油 好 来 走啦 预约有点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想先预约 不迷路 首先我觉得 成绩是一个 充满竞技性 充满热血 考验全手 身体素质 还有反应能力的一项运动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叫王陈毅 你是第一次量 第一次 你现在没有量过 没有 第一面感觉是 感觉有点多 不敢打不停 不走 看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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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拳 像下雨一样 一直扯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现在好太多了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抱头 不出拳这样子 就即使爱很重的拳 都一直是盯着对方 我不一定能拿金腰带 但是我一定不会倒 打开优酷APP 搜索权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 不迷路 哈喽 哈喽 目标就是要拿金腰带 因为我就好动嘛 我有上过拳击课 然后我巴西柔术 也上过打两节课这样子 安排的密度和强度 都会超过我平时训练的量 但是 就是定的目标就是 拿冠军嘛 我觉得我就是来了 马上这场比赛了嘛 因为相多你也躲不掉 总共是要打的 那就直接向上赢了 第一拳他但凡要是往我脸上去问的 那不好意思 那我一定是会还此的 我就是这种人 打开优酷APP 搜索权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 不迷路 好 大家好 我是拳击手夏之光 大家好 你好 之前有过接触拳击吗 有过一点 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说我自己打拳击 应该算是蛮简单吧 现在状态怎么样 可以 如果打实战的话 也可以吗 你觉得 打 打 OK 来吧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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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骗了 你不要骗了 刚才一个假动动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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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就是一遍一遍被击打 但其实哥教教教我 结束之后 我立马是想问一下 这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能够进我所能 把他做得最好 然后去付出刘汉 想让大家也能看到 我愿意为这个成长付出的 我觉得其实就放平心态 然后把自己的权力拿出来 然后一起去为永不认输的那种精神去分战 打开优酷APP 搜索权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礼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想先预约 不迷路 其实大家都很拼的 不是我一个 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的一线感 他这个身体的蟹造型 然后身体的蟹造型 然后身体的蟹造型特别好 蟹得特别快 好多人就是做不了的东西 他能蟹到 停蟹就没事了 那我能够喝一点 高气的影响 可以可以 那找我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品能 然后就是技术 然后各方面的能够 都能够唱了 所以你的之前不是好很多 我就希望我能够打出 我的力量啊 好多发样的技术 啊不是我就 不喜欢我上去就 就 他在三回合的实战中 他能扛下来 就意志品质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 现在不横点上台就被打铲了 右手比较 右手比较 右手比松 摇 打 很好 摇 打 波 今天他表现其实有点出乎我意料 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 姚琼 姚琼我覺得他的協調性非常好 他其實學的動作學得非常快 我要抱著必贏的心態去打拳擊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 不迷路 摔上你会吧 会 不要停止 不要停止 加油加油加油 我收回所有之前在其他节目 说自己喜欢健身的这说法 现在是两个人在对联 我们联的是反应 而且步伐就是要练活一点 这个不错啊 有假动作 一开始也确实非常差劲 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水平也是肉眼可见的 有很高的提升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和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没白来 希望我能拿金鸟袋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 不迷路 我犹豫过 因为我怕受伤 调整呼吸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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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不爱运动 我的体能很差 整个人缺乏一点那种 特别燃的斗志 好累 好像一直在安全的舒适区 我说可是人是不是应该挑战一点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做你完全没有接触过 却能激发你潜在能力 或者潜在心境的事情 用个用 来 再来十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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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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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开优酷APP 搜索权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力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利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点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奖心预约 不迷路 来 下车 点个 走 往前 要下去 把那个体能稍微有点跟不上 那就需要提高 挺好的 肯定会给他安排 就不普通的那个对手 然后不同的人去跟他打十斋 不管我的对手是谁 我觉得我首先对得起观众 我用我的汗 我用我的努力 挺起来 对 往前 对 对 在拳台上那三分钟就是你所有的意志力 注意力 注意力 体力 战胜病痛 战胜恐惧 那一切的期限 我一定不是一个很容易战胜的对手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即可获得专属豪力 全管去练习 今天主要是训练 然后模拟实战 可以上类太大了 对 其实拳击不只是一个身体的运动 它更多是一个脑力的运动 我其实个子比较高的嘛 然后臂展会比较长一些 其实优势就是去控制距离 这骗我 这骗我 往前 太久没运动了吧 这体力跟不上 我现在明白了 基本功才是最重要的 在实力面前 这些花架子都是没有用的 在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认真地去对待 勇敢稀奇 不怕困难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力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掌心预约不迷路 我特别喜欢拳击这个运动项 正好 机缘巧合的 有这么一个节目 我就特别开心的 来参加这个节目 之前就认为拳击那不就是两个手打吗 对不对 其实拳击更多的我觉得是在于脚上 这个移动 打得再厉害再有力量 你打不到人也是没有用的 打开优酷APP搜索 全力以赴的我们 点击节目海报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即可获得专属豪力 也可进入节目播放页 点击播放器下方 预约有理按钮 还有更多独家视频 等你来看哦 想先预约不迷路